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街 光绪初年 大慈寺的武僧 常使用一种叫做唐坝的武器 而这条街正是存放兵器的地方 顾名唐坝街 迈进唐坝街 可以看到石墙上撰写的历史 碑砖上的文字记载了多个历史建筑 其中就有关于崇德里的介绍 崇德里曾是抗战时期的 迦勒职场 驻成都办事处所在地 作为当年建筑的遗存 依然保留着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 在唐坝街 长街的空地广场上 有着大小不一的方形石砖 石砖上刻着相反的字迹 反映的是活字印刷 砖后的浮雕墙上 勾勒着一幅东门盛景图 颇有点清明上河图的味道 走在这条街上 看到最多的就是民国风情的海派建筑 文艺小店夹杂其间 无不散发着热烈而雅静的文艺气息 人间烟火不过一荤一素 唐坝街的烟火味是小橙皮性的 传统与现代 正以成都独有的市井气质 在这里融合 上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 让这条街在时代的发展脉络中 守住了老成都的那份底蕴 并不是明硬的 紧帆